《智慧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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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中说智慧是些弱 些是认知 弱是最好的 因此智慧的意思是最好的认知 什么是最好的认知 真正的智慧呢 就是明辨善恶取舍的道理 懂得什么是善而去行持 懂得什么对我们有伤害 而予以断除 什么是舍弃众生 就是当你有机会帮助某人 但你却没有那么做 你有机会消除对方的痛苦 但是你却没有那么做 你发自内心里不想帮助他人 这就是舍弃众生 这就是舍弃优独播剧场 烟共与超度轨道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先念皈依与发心 之后我们就念虚空造纣 由虚空造纣 那些食物都成为五妙玉 殊胜的食物 然后遍满虚空 每一位轨道的众生 都得到食物和加持 所以这个咒语就是最重要的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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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因某种特殊修法 而将世间神奇 视为好朋友般供养 这样子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发自内心去皈依世间神奇 就算违反归一解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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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最近很多弟子喜欢跑去找上师问谱 请上师禅观一下吉凶 其实佛陀佛 其实佛陀2500年前就帮我们谱了一卦 那是最灵最重要的一卦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最后的供养 最后的供养 就是心中勤修戒定会三学 要有因果观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相信的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转发aspادgg 请问有一段时间没见上师 就会痛哭流涕 这是疯了还是一种烦恼 法王答 疯怎么算疯 有正念 有觉知是不会疯的 信心的力量是很大的善念 思维上师而掉下的眼泪是很大的功德 法王开玩笑说 如果你有很多这种信心的善功德 请飞一点给我 感谢观看 六中论提到 如果有清净的戒律 其他五度的功德也会自然增长 一位菩萨想力重 就要具备善巧方便 要有大悲心和大智慧 让自己的心受训练 准备好力重的能力 就要修持六度菩萨蜜多 在家人和出家人共同的修持方式 六随念 要随念 随时意念佛法僧三宝 随念布施 随念戒 还有要随念天 天界的天人 因为修持指 具有神通 有能力随时看到我们的状态 我们只要想到天人 能看到我们 就能不放异 要得到 投身天界的果 就要行善 随时要记得行善 随时意念行善的功德 感谢观看 在佛教中提到的各种修持法 我们也可以拿来和父母相处时运用 主要知恩 要报恩 不称恨 要原谅 要慈悲 要忍辱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转为善 调整得好 我们平常会祈愿一切众生都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这时记得也要把父母观想进去 别忘了他们不但是友情众生 更是对我们有恩的友情众生 想对治烦恼 减弱称恨的力量 方法很多 有一种是转移法 诚恨时 时太专注于一镜 可以试着转移注意力 想其他一些没做好的事 一直换对镜 一直换对镜 直到让原本称心的力量越来越小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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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善愿 结果必然是善的 反之 如果没有善愿 不论我们如何装模作样 结果都不可能是善的 感谢观看 我们念诵时 要像秘勒尊者一样 要做广大的发心 为何要受戒 借由亲近身语意三门 而具足利益众生的能力 要这样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论点 论点并不是口头上辩论用的 而是要放在心上 让它成为降伏自心的方法 哪怕只是一句话 只要它能帮助你调伏自心 就有利益 就有利益 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 将修行者分为上、中、下三种根器 其中 最烈的下根器行人 是出于对来生的痛苦 尤其是对堕入三恶道的恐惧 而寻求皈依的 三恶道、畜生道、恶鬼道及地狱道 法王说 为了生起对三宝的真诚皈依之心 我们至少也需要为堕入恶道所面临的痛苦 而感到担忧 感谢观看 不要听了法 左耳进 右耳出 记不住 糊里糊涂 就像器皿破掉一样 流不住水 要排除不专心散乱的因缘 要生起因缘的文法之心 要像口渴之人寻找水一样 带着可切欢喜的些文法 感谢观看 第一是讲共康处仁波切 讲共康处罗卓太耶说 我没什么特别成就 只是在持守别解脱戒和菩提心戒上 基本戒条都无违犯 以此功德 我愿投生为一个不吃肉的人生 我们也要效法这样的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春阳普照大地 洒落一地的银白 回风徐徐拂过树梢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闭小镜后 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民风普世的梅山乡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陵木丛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心醒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群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 他们的愉悦欢迎着我们的到晚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的土 持见佛陀埃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所以需要区别够的 大概是引判不够的 9施 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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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身 乳 义来供养上师 比物质的供养更重要 然而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非常努力的 把上师授予的法教 不诸实修 来回报他的仁慈 你如何开始走上修行的道路 首先 你必须从上师那里领受法教 接着 确定你了解法教的意义 最后 把法教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你应该如何把上师的教导 付诸实修 你应该像一头饥饿的牦牛 当他吃着一处青草的时候 眼睛已盯着另一处青草 你应该充满喜悦 热切的修行 绝不落入懒散 或漠不关心 尤其绝对不要认为 这样已经够了 人们在做了几千个大礼拜 念了几万遍咒语之后 开始感到骄傲 同时 又毫不犹豫地杀害昆虫 纵容他们所有的妄念 不在乎自己犯下的恶行 即使这些恶行 相当大 相当多 这是一个大错误 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上师的指引 正如一个婴儿 需要父母的保护 试着把你所有的经验和觉受 融入对上师的前进心之中 如果你能够领会这个修行的要点 将不会有障碍 如果你的经验顺避悦 那么把你的安乐 一通提供你一个机会 去亲近你在过去所造之恶业和无名 痛苦的根源 把许多计划 把许多其他如你这般受苦的众生放在心中 并祝愿祝 并祝愿你的痛苦 愿他们从一切痛苦中解脱 如此一来 如此一来 疾病便能教导我们慈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